何谓康复 这个课题都是很多家人和患者很关注的 康复可以这样去理解 是一个旅程 有快有慢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当中包括了 去建立一个适合自己的兴趣能力 过自己 喜欢又可以安排自己自主的生活 觉得很精彩 没有了病征带来自己的困扰 简单点就是 是一个多元去理解 这个康复的旅程 让我们生活过得更加满足 当然康复很多时候 被理解为减少过症状的困扰 例如我们初头服药的几天 到几个星期 幻觉和卖网上都会慢慢消失减退 当然情况是因人而异的 有些人受病征影响较长时间 甚至乎有些症状消失了 也会再回来 在这情况下 康复者感觉到康复很门曼 感到灰心失望或者戏吏 甚至乎想放弃 在服药一两年左右 有些患者是完全没有了病征困扰 例如玩角 幻想都会没有了 而有些患者是有一些被负性的征状影响 因而缺乏动力 或者言语憤乎 很少想说话 对身边的事物不是太大的动力 或者疏于治理 这些都会影响了 患者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或者对康复的信心 另外一些情况就是 好几个患者会有残余的一些症状 影响生活、工作、害责 我们遇到这些情况 我们都需要抱着一个信心 就是 C7条的患者是有很大机会 是会康复的 我们在过程之中不要放弃 抱着积极的态度 继续去多方面努力 例如我们除了药物治疗 我们都可以努力去寻求 医护人员的一个团队的合作 去反映给他知道药物的疗效是怎样 或者一些副作用是怎样影响着 怎样可以去更加集中到精神去学习 例如会不会是因为过于睡不到 或者外观影响 以至到在调教药物方面 帮到他可以康复 更加我们在当中除了药物的意外 都可以参与社区的活动 一些兴趣班或者认识更多的朋友 亦都有一些技能训练可以帮助到 最后都很想家人和康复者 去带着盼望信心 去知道在各方面的努力 家人的支持 朋友的鼓励 都是有信心可以去很大机会 慢慢康复过来 过程之中要耐性 做步去慢慢適应 或面对病患所带来的挑战 那我们就慢慢可以去 踏上这个康复的旅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